有些师兄在修习了白化佛法一段时间之后 知道要想一事修成 需要逐渐去除人间的思维 但是在度化心同修和与不修心的同修交流时 显得很不接地气 不能圆融地相处或帮助他人 请问师父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师兄应该如何修正自己 以便度化更多有缘众生 改变自己啊 你算老几啊 放下自己啊 度不了别人 自己慢慢度呀 自度度人啊 说明你能量不够呀 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跟台长一接触了 我一度他他就吃素了 你们去度为什么不行啊 能量不够呀 自己能量要好 要为人处事 要刚正不阿 要给人家一种非常可靠的 非常正的一种能量 别人你一说话 人家相信你了呀 凭什么讲话乱七八糟的 做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说你求他学佛的话 他会听你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谢傅思佩开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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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